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adobe 2.x 入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很多人对加瓦本身不是很了解 这节课我解释一下加瓦编程语言 首先什么是加瓦呢 它首先是一门编程语言 类似于C语言大家知道的C++ 它是由丧公司1995年推出的面向对象的一门程序设计语言 这里强调的是面向对象 C语言是一门面向过程 C++也是面向对象 当然它也有面向过程 那加瓦语言它是面向对象 加瓦本身也是跨平台 支持动态web 比如说gsp 还有solid 加瓦面试以后呢 就非常流行 发展非常迅速 比这个C++语言 来说呢 有非常大的冲击力 很多C程序训言可能需要很多这个内存方面的控制 C++程序训言呢 可能对C++严格的语法非常的无奈 甚至说一些难懂的一些场景很抓狂 还有对纸针的使用 都是非常让人苦恼 或者很疑惑 那在全球融入计算和移动互联网的一个产业环境下吧 加瓦显得更显著 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前景也非常广阔 2010年呢 Oracle公司收购了Song 那起初呢 加瓦是有Song公司 然后做出来的 后来被Oracle公司收购 那Oracle的中文名字叫做甲骨文 那Oracle本身呢 它也是一个公司名称 它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数据库 当然在之前看来 因为去IOE以后 去IOE以后呢 就是说去了这个IBM 对吧 还有Oracle 还有这个EMC 对吧 IBM呢 大家都很清楚 蓝色巨岩是吧 它有这种大型机 武器方面 Oracle呢 有这个强大的数据库 那EMC 那主要是一些从储 那为什么要去IOE呢 说不好听点 那就是真的太贵了 那Oracle的Oracle至今呢 它还好吗 那我们就不多做解释 Oracle收购上以后呢 实际上它还拥有另一个产品 叫MySQL 那MySQL呢 也是大名鼎鼎开源系列的一个免费的 Circle 就是一个数据库 那它的这个出现 对Oracle本身的数据库也是有冲击力的 那它既做了这个Oracle公司 既做了它自己的这个Oracle数据库 还同时维护着MySQL 一个免费的版本 所以呢 这个来说 还是有非常大的让人疑惑的地方 或者说 也可能只有在国外才会有这样的公司出现 在国内是非常少见 所以Oracle这公司 现在维护着加瓦 MySQL 自己的Oracle数据库 所以它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公司 所有的程序员呢 尤其加瓦程序员 都应该非常了解这个公司 甚至说非常感谢这个公司 那我也是非常感谢他 因为加瓦呢 也是开源的 也是免费的 Oracle公司唯一收费呢 就是它的Oracle本身数据库 价格应该在10万左右 加瓦呢 又分为三个体系 包括加瓦SE 那这原来的名字呢 叫J2SE 对吧 这地方的Or我们念成2 就这个TWO 加瓦EE 那是加瓦的一个企业版本 那原来的名字叫J2EE 还有加瓦ME 在手机方面做手机开发 过去的诺基亚 那它的塞班系统 都是用加瓦ME做的 那塞班的时代可能过去了 诺基亚的十年辉煌历史 确实给很多人留下了很 非常多的回忆 包括我 诺基亚的待机时长是很长的 也很耐使用 或许你现在手中也许有一台 待机超过15天的一部塞班的 诺基亚手机 好 那就作为一个珍藏品 那如今如火如荼 那还是安卓 安卓的开发语言也是用加瓦SE 好 为什么讲这些东西呢 很多人觉得很无聊 那有些时候作为一个大数据领域的人 你应该知道这几个分支 或许在面试的过程中 有人就会问你这样的问题 即使他比较的幼稚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说明你不专业 对不对 那加瓦呢不同于一般的编译语言 那至于加瓦的叫法 那如果你读专业点 那你就读抓瓦 那这个可能是国外程序员读的非常多 那至于中国程序员读的最多的还是我们的母语 对吧 加加对吧 加瓦在之前也介绍过了 这都没有关系 那我们通称老师以后呢也会一直念加瓦 你念抓瓦也没有关系 我们都是中国人都可以听懂 甚至国外的程序员也能听懂 你说的加瓦就是他们的抓瓦是吧 不同于一般的解释执行的语言 加瓦呢不同于一般的编译执行计算机语言和解释执行计算机语言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首先呢加瓦是将原代码编译成奥金质的字解码 然后依赖于各种平台上的虚拟机来执行 那这地方说的虚拟机就是JVM 就是因为以这种方式实现 所以加瓦可以实现一次编译到处用行 这种跨平台的特性 那这里面就说到加瓦的跨平台性 这里说的什么意思呢 加瓦可以在windows上运行 linux也可以用行 甚至迈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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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 C++面向对象的核心思想 他也放弃了C元中容易引起错误的指针 我相信很多同学对指针的概念也非常模糊 但是加尔中他有没有指针呢 答案是有的 只是他简化了 对吧 我们本身是不去控制 实际上内部他还是一指针 还有运算符的重载 还有多重继承的特性 那还加尔中增加了垃圾回收机制 但是相信这也是很多人学习加尔语言 或者说C语言程序员和C++程序员 转向加尔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们就再也不想去吸购 或者说叫垃圾回收的处理 在加尔学习加尔以后就觉得很轻松 你不需要做太多的处理 垃圾自动回收器呢 就会帮你做这个吸购 它就可以回收不再被引用的对象 所占用的内存空间 当然这一特性呢 对加尔程序员是透明的 也是就说感知不到 使得程序员呢 不用再为这个内存管理啊担忧了 在加瓦的1.5版本中 加瓦又引入了一个范形的编程 还有类型安全的枚举 不定常参数 就那个点点点三个点 还有自动装箱拆箱等等 比如说这个int 还有这个integer 它们是自动帮你转换类型 这些特性 当然还有一些加瓦1.5中推出的那个并发包 对吧 还有反射 都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它的很多空架中 经常运到那就是反射 那加瓦的一个 helloword如何写呢 helloword呢 是学习每一门编程 应该要汇的一个入门的例子 那就是输出一句话 叫helloword 加瓦中呢 定义一个类 使用的是public 类描述呢 就用class这关键词 那这个是类名 我们叫helloword 那加瓦的程序入口 我们用命函数跟c元c++一致 那它的描述符呢 也是有public static是一个静态的 返回只是没有wide的 好 这里面有一个传入的一些参数 是一个数组形式 字符串 好 加瓦中打印一句helloword如何打印呢 它是调用了一个system类里面的一个静态的一个对象 然后点这个静态的方法 println 打印一句话helloword 加瓦呢 有包的概念 什么是包呢 就是相当于一个大的一个文件夹 里面放了一个小文件夹 然后里面又一个文件夹 这样的概念 加瓦中的包呢 是相关类和接口的集合 加瓦中有继承的概念 加瓦作为一种面向对象的一种编程语言 它支持继承 那它这里面只是一个单继承 那所有的类呢都会继承一个G类 是就是一个object 它在这个浪包里面 好 那加瓦也是多态的 加瓦中对象变量是多态的 好 加瓦中不支持多重继承 那如何实现多重继承呢 你可以实现这种接口 implements 去实现一个多继承 这地方的接口呢 就是定义了一些没有实现一些方法 当然在后续的加瓦版本中 这个接口呢已经被衍生为 它里面是可以实现一些方法的 加瓦中的接口呢 是一系列方法的声明 是一些方法特征的一些集合 一个接口只有方法的特征 没有方法的实现 因此这些方法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被不同的类去实现 这地方接口呢 大家可以理解为一个USB的一个接口 但是如果你想去实现的话 那你继承这个USB 你可以实现另一个类 这个类第一种 你实现 比如说你是一个苹果的插线 那你去继承这个USB的这个接口 实现一个苹果的一个接口 对吧 你可以通过这个USB的接口 实现一个安卓的一个接口 还可以实现一个 其他的一些数据线 比如说还有一些摄像机 这或者其他手机 一些USB的一些接口 那这就是一种接口的一些编程 而这些实现呢 可以有不同的行为 就刚才说到了 那同一个USB接口呢 实现了这个苹果 还有安卓 还有其他的一些接口 那实际上在刚才说到加尔巴中 它是实际上是可以定义接口 并且可以将一些其他接口 进行一个实现 这些都是在接口中可以完成的 分装 把数据和行为结合在一起 的一个包装 对实用镜像 并对使用者隐藏数据的实现过程 对对象中的数据 叫它的实力 这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大概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对象使用者隐藏的 数据的实现过程 但是并不告诉他这个数据是什么样子 那非常经典的 就是盖下的方法 对吧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将字段分装在方法中 使用者呢 是调用了方法去访问了字段 而不是直接去访问了它的变量 还有重载 什么是重载呢 在C++里面这个概念也是一样的 就是当多个方法具有相同的名字 而还有不同的参数时 还有就是不同参数 还有一个就是参数的个数 这边说到两个 一是参数类型 另一方面是参数的个数 那么注明一下 第一个呢 这地方应该是两个 一是参数的个数 第二个呢 是参数的类型 比如说int类型和string类型 还有这个int类型 和int类型传过去 那这两个 它具有相同的名字 但它类型不一样 这也是一种重载 还有就是对应的另一种 就是类型也是一样 但它的参数个数不一样 比如说全是int吧 这是两个int 这是三个int 这种就是重载 编译器呢 必须挑选出哪个方法进行编译 它会在那个编译器 必须挑选出 调用哪个方法进行编译 那这地方呢 也是程序自动去完成的 不需要去关注太多 还有这个重写 它可以就是重写 实际上就是一种覆盖的 加尔中呢 子类可以继承 副类中的方法 而不需要重新编写 相同的方法 那你去实现继承它的方法 然后将它通名 然后进行一个覆盖 这就复写 抽象类 加尔中是只是抽象类 规定一个或多个抽象方法 类别本身必须定义为obstract 抽象类只能用来派生子类 而不能用它来创建对象 因为它抽象的 还有一个finite finite就是一个最终类 对吧 它不能用来创建对象 也不能被记成 因为是final 对吧 与抽象类刚好是相反的 而且抽象类与最终类 不能同时装饰同一个类 也就是说 抽象类呢 也是类似于相当于去派生 对吧 它不能定义final 如果定义final的话 你没法派生子类了 对吧 那final也是一样的 既然你的final了 那你就不能够出生命为抽象类 这样的话 你就没法去创建一个对象 那说一下 加瓦的这个 版本2011年7月28日 甲骨文公司 也就是oio卡 发布了JDK7 那这地方说的JDK7 就是加瓦7.0 以前的加瓦版本 都是加瓦1.0 这样的版本开始 都是1点几 比如说1.1 1.5 后来觉得这样子不太好看 对吧 升得太慢了 或者说对于一个 在软件开发待了很多年的人 都知道1点几的系列 都不是一个正式版 都是一个相当一个小的一个变化 那为了引起这种和业界软件工程相对应 那甲骨文公司 也就是oio卡 他就更名了 在这个1.5以后 那全部通称 将这个1.5 变成这个5.0版本 对吧 把1.6 变成这个6.6.0版本 把这个1.7版本 变成这个7.0版本 然后把这个 1.8版本 变成8.0版本 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个发布中一直 还是有这种 怎么说 业界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叫法 很多人还是在叫1.8 1.6 1.5 现在大多数人接受的还是 比如说加尔巴的发布 我们都叫加尔巴 不会说1.8 在安装的时候 很多人还是乐意写成1.8 这都无关紧要 好吧 好 那2014年3月19日 甲骨文宣布 发布了加尔巴的8版本 加尔巴的8版本 真的是一个里程碑 在加尔巴领域是非常的火爆 让很多程序员看到了希望 因为函数式编程 一直是认为 完全可以代替加尔巴的一种 也是一种高效的语言 比如说非常火爆的Scalar 还有这种Python 在很多场合中 它是可以完全战胜加尔巴的 不过加尔巴的来临 可以说让加尔程序员松了一口气 你也不需要去转向Scalar 也不需要转向Python 也可以同样使用 加尔巴的发布 真的是一个非语言 它同时支持了一些函数式的特性 比如说Stream 更多核编程 对吧 还有这种对并发的增强 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性 在国内 其实很多公司还是停留在加瓦5 也就是1.5版本 那这地方不得不说 加瓦还有一个版本上的说明 是JDK 说到JDK 那就是加瓦的SDK 对吧 它就等价于加瓦SDK 简称为JDK 对吧 有些人问你JDK的版本是多少 你不要闷住 说的就是加瓦的版本 还有加瓦有一个用型式环境 还有编译式环境 那顾名思义 在编译的时候用的是编译环境 用型时候用型的是 用型版本 对吧 那2014年11月呢 加工宣布加瓦9.0的新特性 那这个时候并没有发布加瓦9.0 但是据我所知加瓦9.0要支持加瓦的Share 就是说加瓦也要作为一门脚本语言诞生了 它有脚本 所以对于加瓦程序来说 前景还是非常 毕竟我们后面有站着一个非常强大的 OAQ公司 它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 OAQ公司